最后一跳只需要得到8分就能拿到冠军,能这么逆天的也就只有郭晶晶一人吧。 而郭晶晶作为给裁判打分的重要人物出现在赛场,也是正式给这些裁判敲响的警钟。 东京奥运会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争议,再有就是各种为了帮助日本,为了夺得金牌裁判的打分表演。 这位东道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道主。 只要有日本运动员的比赛,裁判绝对的带病上场,日本现在能拿到这么多的金牌。 裁判首当起功,各种不合理的判法,打破常规的押分都成了常规操作。 在7月28日的篮球比赛水球比赛,还有体操比赛中,一个个离奇的裁判打分表演,直接刷新了我们的三观。 中国三人篮球女篮对阵日本的比赛,中国14比9领先。 这个时候裁判站出来,先是连着吹中国队的威力,紧接着又吹中国队的犯规。 差点帮助日本从中国上夺走了这枚。 在女子水球的比赛中,日本选手更是肆无忌惮地压着中国的选手游泳。 这个过程持续了太久,中国选手被日本选手毫无人性地压在水中。 中国选手高举双手表示自己安全没有违规。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,国内的观众一愤联赢,十分心疼中国选手在国外所遭受到的这些不公平的对待。 央视的专业解说也是直接指出,这就是很明显的犯规。 就算是完全不懂规则的观众也能看出来这就犯规。 但是裁判带并上场,眼睛视力受到了影响,就像瞎了一样视而不见。 还好中国水球的姑娘也争气,就算是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判法,依旧赢下了比赛。 在这场比赛之后,中国选手实在无法忍住发了微博。 痛逼这位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选手,网友们已是看得大快人心,纷纷上前安慰,并且祝愿中国女子手球队获得更好的成绩。 但是在体操的比赛中,让所有中国人气氛的一幕出现了,中国选手肖若腾表现得相当优秀。 而日本选手乔本大会却出现了明显的失误,一只脚完全踩出了界外。 但就是这么严重的失误,这个所谓的日本强力猩猩,最终还是拿到了14.07分的比分,最终超过了肖若腾。 裁判也帮助这位日本选手,获得了这枚肮脏的金牌。 本场比赛有一个细节,在日本选手拔脚踩出界外的那一刻,中国队场下的队员已经把国旗拿出来准备庆功了。 但是这最后的打分,完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 赛后裁判解释是因为肖若腾在落地之后,没有向裁判示意,所以扣了0.3分。 这一场比赛的打分,让我直接想到了,2012年中国选手陈一斌那场打分也相当的离谱,一样的令人愤怒。 赛后裁判的打分,也终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肖若腾向裁判申诉,但是却没有通过。 这个时候有网友发现,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叫做傅田杨之,是日本以前的体操运动员。 在日本的体操团体比赛中,四个运动员有两个都是他的弟子,有这样的关系。 这评判的尺度公平也就不复存在了。 肖若腾虽然没有拿到金牌,但是公道自在人心。 中国体操民宿李小鹏直接指出,不是他看不懂,而是他看得太懂了。 日本人这样获取金牌的方式良心不会痛吗? 东京奥运会还存在奥林匹克的精神吗? 这家奥运会实在是吃相难看,也不仅仅是这一项比赛。 在7月28日举办的跳水比赛中,中国跳水梦支队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 在不久前中国的跳水女皇郭晶晶献身奥运赛场,而她的任务则是来给裁判打分。 评估这些裁判是否称职,就算是有郭晶晶,这场的比赛中还是有裁判搞小动作。 在男子的三米版决赛中,中国队以优异的成绩夺得金牌,为中国跳水梦支队获得了第三枚金牌。 这场比赛算是有惊无险,虽然他们的表现不是很完美,但是夺冠绝对的实至名归。 这场比赛,郭晶晶和陈若林一直在赛场观看,郭晶晶身穿裁判的制服亮相,但是他并不是给运动员打分,而是给裁判打分。 但是即使是郭晶晶在一旁督战,中国的跳水选手王宗元和谢思义还是被压分了。 王宗元和谢思义的最后一跳难度打到了3.8,他们完成的相当完美,大部分的裁判,直接打出了9分的高分。 但是有几个裁判却打了很低的分数,甚至只给了7.5。 现在所有的网友只有一个愿望,那就是彻查裁判。 运动员这么多年的努力,很可能会因为这些偏袒性的打分而付诸东流。 日本作为东道主的家常太严重。 但是这次跳水比赛中,既然郭晶晶出现在比赛的现场,那么这些不公平的现象,郭晶晶肯定不会让他出现。 作为参加了三届奥运会的郭晶晶,在赛场上的战绩十分辉煌,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。 他更能理解运动员在举时瞩目的成就背后,是数不清的泪水和汗水。 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,总要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,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目标。 而郭晶晶身后的男人霍启刚更加是不好欺负。 他是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。 因为郭晶晶和霍启刚两人的身份悬殊,自从两人结婚以来就备受争议。 许多人认为郭晶晶嫁给霍启刚,是攀上高枝麻雀变凤凰。 但霍启刚和霍家对待郭晶晶的感觉,更像是郭晶晶下嫁霍家。 其实关于郭晶晶和霍家之间的关系,霍启刚早在公开场合就承认过, 郭晶晶是下嫁给他。 而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婷,也曾公开表示, 是,能下嫁到我们家,是我们整个霍家的福气。 许多人对于这种说法表示不理解,因为霍家资产雄厚, 霍启刚要才华有才华,要地位有地位。 郭晶晶只是一个跳水皇后, 为什么还说郭晶晶是下嫁呢? 其实郭晶晶除了跳水皇后这一种身份爱, 还有四层显为人知的身份。 而且这四个身份,每一个都很不同宣长。 大家对郭晶晶的了解,普遍来源于前中国跳水队运动员世界冠军奥运冠冠军, 因为在跳水上有很高的成就, 共计获得27次世界冠军, 所以被誉为跳水女皇。 除了这层身份外, 郭晶晶还有四层身份。 第一层是国家形象大使, 还曾深演过国家形象宣传片。 第二层身份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大使, 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。 第三层身份是南沙理事长。 而这一喜讯由霍启刚亲自宣布。 第四层身份是访华接待顾问。 这四层身份不论是哪一个, 都是国家级世界级的存在, 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。 更何况还是私的身份级医生。 郭晶晶在跳水领域很优秀, 在别的地方更优秀。 霍启刚也是典型的爱国代表。 最近香港商界纷纷为河南捐款捐物, 霍启刚家族肯定是会捐款, 而且肯定也捐不少。 但是他们却非常低调, 不公开这个数字。 其实对于霍家来说, 他们累计捐出去的资产超过了百亿。 在武汉疫情的时候, 霍启刚跟郭晶晶就非常低调的捐出了七千万。 当时霍启刚跟郭晶晶并没有对外说, 最初很多人还以为霍家没有捐款, 不过后来才有网楼曝光。 他们已经低调捐了七千万。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希望中国跳水队有郭晶晶的坐镇观赛, 能再创辉煌。 咱们下期继续。 这里是体坛西蒙。 带您了解运动了。